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熟悉的 那么天元赛举办到现在第35届 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悠久的比赛了 对对对对 也是现在35届从这个数字就应该看出来这个是非常的悠久 是的 这个因为我们这么说吧 就这个中国成立国家围棋队 包括这个新中国这个才有的这个围棋 其实也没多少年嘛 所以说这个比赛就有35届还是非常不容易 是的 而且中国的很多比赛 我印象中最早的杯赛 我们这个叫杯赛 应该是新体育杯 是我们这个体育杂志社 新体育杂志社举办的一个比赛 叫新体育杯 一些我们老亲民应该是知道的这个比赛 包括我们的中日围棋队台赛 当时也是新体育杂志社和这个日本的NEC公司 还有这个合办的 所以但是呢 这个新体育杯就是没有坚持到现在 很早就没有了 但是天元赛 还有这个中国围棋名人赛 这个有我们两个 这个两家特别大的报社举办的比赛 可以说是能举一直是延续到今天 是非常不容易的 是 所以非常有历史的这个意义的这种比赛 对 但我觉得现在形势挺好的 又又通过这个网络开始 这个虽然是疫情啊 是一件不好的事 但是他现在比赛的形势反而多样化了啊 通过这个网络的形势来展现 是的 而且为了不聚集的话 其实这个比赛也是批次进行的 像本赛其实是不只是有这两盘棋 但是今天举行的就是这两盘棋了 对对对对 如果是传统的比赛 大家是这一轮一堆人坐在这一块 然后一块进行 对 但是在网络上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这个可以批次进行 这样的成本确实是非常低 对吧 你要是把大家等在一起 你要是说再分批次 那很多人的日程会受很大的影响 嗯 所以这种形式我觉得其实也挺好的 嗯 是的 那我们第一盘为大家带来的是谢尔豪对陈贤的这盘棋 对对对 嗯 好 那我们来进入棋局 好的 这是谢尔豪猜到了黑棋 嗯 好 一开始还是简简单单 嗯 这个在角上走了两个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定式 对 点三三 嗯 然后白棋也点角 嗯 白棋也是点角 嗯 这个开局还是非常常见 是 黑棋是选择挡这边 嗯 嗯 其实我们应该是对这个谢尔豪是很熟悉的 但陈贤呢相对来说名气小了一点是吧 对 但是陈贤应该上一轮是 我看他是战胜了十月 是的 战胜了我们也是 先将一位士官挑下一马 啊 所以说非常有实力啊 没错 嗯 所以这盘棋肯定也是一盘好胜户 是是是 嗯 这盘棋他是跳出来 哎 这地方白棋还是选择了一个 常见一点是飞比较多一些 对 但这盘棋他是选择跳 嗯 跳了之后 黑棋是先压 先压 嗯 这个地方也还是 棋友们可以值得学习的地方 嗯 这个 哎 似乎给你留下了一个破绽啊 你冲断的话 有两个断点 哎 这个地方就是你断哪边吃哪边 嗯 这个地方棋我们稍微注意点 就是你你断外面他吃外面 你断里头他吃里头 哎 这个还是很常见的形状 嗯 但是这个形状白棋是争子有力现在 啊 争子有力你断外面你也只能吃外面 说断断那个里面 啊 对对对 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 有关系 就算没关系 他也倒是可以引蒸 啊 现在就是你真那个 他有个引蒸也行 嗯 所以说他不况且这盘棋还直接有力吗 嗯 你断一个等于相当于把这个角先给人家卖活了 对 那如果断外面我觉得大家都能看懂 这是黑棋 是搬完连搬的定时 啊 对对对对对对 你直接搬连搬就行了 对 这个所以白棋可以满意哈 白棋 对应该 就是说你黑棋你要选择吗 你可以直接就这么下了吗 我也没得选 嗯 这个地方就是你断哪边 我要吃哪边 嗯 所以给你要压一下 压一下 压一下就是也是一个很常见的想法 嗯 白棋实战是长 实战是长 对 如果你接过来其实也也也也很正常 嗯 接接的话就是搬一下是吧 对 嗯 这样这么下 这这也是挺常见的一个形状 嗯 但这盘棋白棋是选择长的 选择长 这个地方好像一共有三个比较常见的这个应对啊白棋 第一个刚才贺阳老师说的这个粘还有长还有一个尖好像也挺常见的尖应应该是很常见的 对 尖的话是考验你一下是吧 嗯 你会挤啊 还是飞什么的 是的 这个地方 拖尖也有会挤 对 嗯 其实都差不多啊 作为白棋来说都差不多 嗯 就应该说我觉得这个地方咱们其有就是你你觉得哪个好你就下哪个没什么关系 都可以选择对 差别 应该说尖和粘还是 简单一点嗯 长的话就是下面的这个作战还是要稍微知道一下啊 知道一个手筋好我们看看实战嗯 然后黑棋断了这个一定是断外边的对对对对对 因为现在白棋已经是粘上了对 现在如果吃的话那等于黑棋这个打和这个粘交换是明显便宜了黑棋如果这么下 黑棋肯定是这个交换 这个我们说的是便宜太多了对 本来这个贴很有价值对吧 本来这个这个还得黑棋管着啊这个没法忍受 所以这个时候黑棋断在外面的时候白棋只能粘在里头啊 嗯想成这样哎想成这样嗯嗯接下来应该是一个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考验大家的时候这个应该是一个很多期有应该这个做题的时候啊应该是能出现那道题对 这叫万人机啊就我们那个实在一学这种期叫万人机就得一万个人在掌握的手机啊 哈哈哈哈 那我们这个一定要把这这手机记住啊 嗯啊肯定要记住对对对对如果你我们电视机前的旗啊如果你业仪呃一段两段啊我觉得应该两一至两段应该这个手机一定要记住嗯三段以上你必须得掌握了啊这个手机对已经可以理解了嗯这个 嗯这个就是顶一个啊顶在这啊啊首先我们这个子不要去爬出来这样一串二路肯定是不能接受的啊这个就是爬二路太多了嘛这个现在也有现在什么都有但是毕竟是比较难掌握的一个下方是的嗯这个骑形就是顶在这哎如果你拐出来他爬回去哎那就等于黑鞋爬的时候白棋没有长了对对对对没有长他相当于管那你搬起来哎这样给其明显便宜他空间大了很多 对不用在二路继续爬了对嗯所以这样一顶呢白棋应该是只有两个选择你要不就是拐出来作战要不就吃下来啊对啊这盘棋呢我们看啊这个陈贤是选择就是非常稳健的还是吃掉这个嗯这个其实在白棋周围没有太多配合的情况他好像一般吃这个还是比较多的对对对 但是这样呢就转了一圈其实其实转了一圈就跟那个粘的那个形状也差不了太多啊是吧有点差别就是白棋似乎下面更坚硬了一些嗯但是黑棋好像多等于又多压多压了一下多压了一下嗯多压了一下所以各有利弊哎白棋下面坚实一些但黑棋外面多压了一下嗯这个地方应该 说是两个人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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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还是比较常见的一个下方嗯嗯好是这样的黑棋拆扁啊这样形成一个连片对嗯有点像地震过流只是这个刺激有点有点这个对反过来啊一般我们说先地震过流你说再点脚啊很常见的是的现在是他反过来哈哈哈哈这也是是没有办法大家现在看见脚地眼睛都亮了对对对 都不给你连片的机会这部棋还是很有意思嗯好那实际上我觉得下一步白棋这步棋也挺有意思嗯这两步棋嗯现在不是走在这里啊对感觉是个心理战对对这步棋掉的位置还是很很少见啊不能说罕见但是少见是肯定是可以这么说的是的嗯嗯这个形状应该最多的我觉得是阵头应该偏多一些嗯哎这个我像我那个年代学下棋的话 像这种说是如果是低中国流的话一般是正上面是这个比较好的好点对哎如果我那个年代学起的话一般如果像人这样知道这边是后市的话嗯老师肯定说你一定要走高中国流哎要配合这个对对这样感觉潜力更大一些啊就是说我围起来的时候会更大一些另外一个如果你走低的当时说就是怕这种震啊被当头一震感觉这个呃潜力好像被白棋给压制住了啊所以这盘 很难骑哎这个呃这个这个呈呃这个呈呈下的很有意思下的这儿啊 就只能说它很有意境 就是不急不缓的那种感觉 就是让你 就是我好像又在削你 但我好像也没在削你 这种感觉 自有若无 对对对 就这种感觉你只能意会 不能延伸 就这种感觉 这跟咱们有点像中国那种古诗的感觉 你也说不清楚它什么意思 就是很讲意境 对对 很有意境 那这部棋 我觉得相对来说 它不肯走那么近 是不是就是因为它觉得 如果黑棋跟着它硬的话 它这手气离黑棋这个远一点 会不会逃跑起来 会速度快一点 那它也不会逃跑 我觉得它 你比如说你守一个 它也肯定不会逃跑 但它大概是会觉得 你比如说在这的话 这么好 它觉得如果你近的话 它也围的话 它这个字 它也许觉得稍微远一点好 不如离黑棋远一点 对 但是如果它是正的话 那就另外一边 正的黑棋应该是肯定不会围这边 如果围这边的话 这边我还有靠 这边有牙 那肯定这个点位置更好 这个呢 这个就是说 这黑棋呢 反正让你有点难受 就是说你走也行 不走也行 这种棋 这个种棋不好讲 我觉得 就是它挺有味道的那种感觉 那我觉得黑棋的下一步棋 好像也很有味道 是吧 两个人是 应该说是两个人 听境界的时候 擦出了火 我刮我 对 是的 黑棋现在走在了白棋 这个下一路 这个位置 这手棋 感觉 从感觉上来 视觉效果来说 它好像走在了白棋的后脚跟上 对 就有点你走这个白棋 走过来的感觉 对 那么它是什么用意呢 这用意 应该是想为的更大一点吧 反正如果是我 我这种属于已经落伍的那种感觉 就这种棋很难想到 就是这个意思 我比较容易想到都是这种棋 或者围一个 要不就不走 这个就差不多 这个呢 就像你说的后脚跟着它走 这个棋还是 理解的话 我觉得还是非常紧凑的一首棋 就是它下得很紧凑 你比如说 两边都要是不是 这个意思是 不是 它就是说你 你比如说你走这个 走这个白棋有可能脱鲜了 那我走这个的话 你白棋脱鲜的话 你没什么便宜 那我就是说你脱鲜 相当于我 我跳一个本身有价值 你又走我在 那你脱鲜 这个我继续黑棋下部压过来 那你这两手棋交换并不便宜 那反过来呢 它其实它有个计算在里头 它会 它会 我们 你比如从我的角度 觉得很奇怪 但是你比如像谢尔豪 他们新一代的人 他会先计算为主 他这比如说你 他会先算你压 压的话 他有可能会算贴 如果你跟着像 他就 他就 他就会继续往下算 他觉得你不便宜 他就 他就有一整套计算 就 等于是 他这种 按我们的话说 有点 就是属于比较紧 就是不让你 不给你喘息的机会 对不让你说什么 想拖鲜什么的 他就是要 就是我们就算 咱们就往下往下走 这个就是其实看上去 它很那个什么 但是其实它 它其实有计算 还有还是很有用意的 对对对 有用意 有用意 它的主要是以计算为主 所以这部棋还是 我的理解它是一部 非常紧凑的一手棋 虽然看上去是有点奇怪 但它其实它是 以计算为主的一手棋 是 下一部也是下得很有意思了 这个地方两个 应该说我们年轻的高手 还是给我们展现了 他们两个人的这个 实力 我觉得 这个 就是每一部棋 都可以说是 出乎对方的这个意图 出乎对方的意料 但是每一部棋 还都挺有必然性的 那种感觉 那我们赶紧来看一下 下一部棋 把这走哪了 那是走这个 这下的还是非常漂亮的一手棋 就你比较 还是我刚才说的 你如果这么下 那就很简单了 那就是你照着对方的意图 往前推 这个意思 我们下棋 其实最怕的 就是照着对方的意图往下下 是的 所以说他这个棋 甚至有可能 我都猜 这个陈贤有可能 就等着他来这招呢 然后那就太厉害了 我觉得 那真的是 运筹帷幄 这就是高手了 我算到你会走这个 这个 很难赢 如果是这样 这真是高手 我跟你说 这部棋也很有味道 是 这个棋 我觉得很多棋 也是值得学习的一手棋 那现在 黑棋 这个棋 好像是不能用墙 是吧 如果说 从这儿虎过来的话 虎它肯定是长 如果把它分开 分开 它就 它就活了吧 它就能轻松的在下面活 它就在下面做活一会儿 这样黑棋不能接受 这样它如果 它正常是虎丸 会 你很想把这个立下来 还是躲掉它的眼位 但是这样的话 被白棋这一拐 这一拐 看到这两个 这个形状是一个号行白棋 白棋之前这两手棋 交换肯定是便宜的 对对对 本来它这样 头长过来了 对不对 这个 这个 黑棋还有好多下法 如果直接走 这个黑棋还可以沾 它现在有了这两个 你一个是不能沾了 这就是我们要嘲笑的鱼形了 另外你立的话 它也是刚好 它也是刚好管了 是的 所以这个地方 两个人还是很斗智斗勇 它如果搬 搬的话 应该征子是不立的 是吧 征子 这个地方 黑棋征子不立 征子不立 这应该是 你看这都是 还是有计算在里头 对 所以这个地方 黑棋如果是 简单的这么应对的话 白棋就是准备这么下 就是你如果压出来反击 那火下面 黑棋 别的下法 如果你是往上走的话 它也是 下面就 这好像能火得很轻松 对 对 对 但黑棋这个棋 也不能硬邦邦的 往这沾一个呀 是 你说得到 这个好像有点 有点 有点不好看 就这个五子棋的下法 这个好像在围棋里面 不太容易被大家接受 是 所以这就是 应该说这是一部手巾 像这个 这个还是一个高级手巾 还不是一种 经常见到的手巾 还是挺 挺难见到一个手巾 对 这个你反正走在这 你肯定是难受 肯定是接受不了 白棋这边随便走一个 这手机已经清了 对 已经便宜了 这个地方 这个大家下清理一点 这个就等于我这 白走到一下 对不对 对 我这样你可以猜出去的 这样 这样它的 我这两部效率 肯定是白起高 主要黑棋这个子 实在是太丑了 这个子的位置 实在是太尴尬了 这个地方我们应该说两个人是真的是斗志斗勇 对 那么黑棋绝对不肯让白棋便宜 搬在这 这个应该说 我觉得年轻骑手 尤其他们这个年代的 尤其00后 或者他们 他们最主要的就是以计算为主要的依据 这个搬也是 这个搬呢 就是说也是有计算在里头 很容易想到白棋会反搬 对这样呢黑棋应该是会打 哦 白棋长 常然后再胡 嗯 这样呢就是这个子你应该是吃不掉 对 这样 所以说这个黑棋是 是把它还是断开了 起到了一个 这个一个效果 是 所以它 它是每不齐 它是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计算在里头的 但这个时候白棋是 白棋怎么应对呢 实战白棋 往这儿靠了一个 这有点深冬即西的感觉 对对对 这个反正是 一看是很有水平的感觉 对 一看就觉得脑子疼 怎么这边还没有说清楚 对手就往这边来了呢 这个 这个是 就一看就像好棋 就有些棋啊 你也就是你还是 你还没看出他的计算在哪的时候 你但是你看他这个棋就觉得像好棋 他应该是瞄着这边的这个搬下来 在这一些作战的一些地方 然后然后先 先在这边问你一下 但首先我觉得这个黑棋 是绝对不能考虑往这边搬的 对对对 因为这样的话呢 白棋就可以把这个黑棋 全部都挤在这条边上 黑棋这个形状特别重复 那肯定的 对对对对 然后这个地方什么长啊什么都可以了 这边就 这边就是小问题了 啊这边就是全都是小问题了 对这边你就他因为你 你这太重复了 嗯 这个以后就你想怎么下就怎么下了 可以这么理解 对 所以这个黑棋这个地方一定是要 啊往这往往外边走啊 对对对 往外边走 那么 搬的话被白棋搬进脚 白棋能活啊 实战是单退 嗯 嗯 好那白棋继续搬进去 他还是要问 黑棋 对 嗯 那这样这两边是有一些什么结合的手段呢 这个看着就有点脑瓜疼了啊 这个看上去应该是白的还是很无力啊 嗯啊 但是但是我们继续看啊 他看两部就知道了 对然后他在说这个距离好像也没有那么近 对对对对 所以他这个计算还是要很很很很很远才行 嗯 那么黑棋还是按照刚才这个想法去走 对 这样一走 哎 这个时候白棋打赤 对 连心力 嗯 这样呢能稍微下到现在你能看出一点白棋的意图了 好 之前你还是看不太出来 嗯 这个时候黑棋如果继续跟着长呢 就继续长他应该是正常是长的话 嗯 这个时候白棋无论挡这个还是挡这个挡这个肯定不行嘛 挡这个也不行 像你管你可以管回去 但现在白棋可以在这 哎 调刺一下 哦 这样这个 刚好这个地方有冲 对 这个AB剑颇了 哦 这样你肯定是这个白棋的意图就已经一览无余了 哈哈 这个你只能你只能不这边被我这边冲过来 那白棋等于我是两边都用上了 这时候已经徒穷僻限了哈 这已经来不及了 黑棋从上一步开始就要斟酌一下了 对 这个是先手 是 所以实战黑棋也没有办法啊 这个虽然说这个谢尔豪是以大力著称的 但是这种地方还是该退让还是得退让 对 这不应该是没有办法 嗯 应该说白棋这几步呢 计算的还是非常远的 嗯 但是好在呢就是黑棋虽然这个这个这个形状上其实局部上黑棋是有点难受的嗯嗯但是呢白棋这几个子啊呃 呃往这边的方向呢就黑棋如果这边是出了头的话这边的子绿的效率也不是太高哎 所以各有所得啊 嗯应该这么理解 好 那么白棋接下来 继续 嗯嗯嗯嗯 嗯嗯嗯嗯嗯嗯啊 很直白 对有点直白 这几 嗯 有点直白 嗯 这样黑棋吃 嗯 他还是要看看白棋黑棋走什么 嗯 可是这样的话白棋感觉也好像没有走到什么 对 从这个棋型来说 白棋应该是一个坏型 或者我们说是一个烂型 但它这个确实留了一个手段 就是留了一个一路一个打吃 你尝完之后 就这时间打结 如果有结的话 这样有个结 当然你可以从屁股后面吃 这样它就再棋子 这样的很满意 但黑棋应该会先撑住这个结 这个就是黑白棋 确实是有一个结的可能性 这个时候白棋是选择长一个 这手棋也是初棋的大 这手棋我们都说二子头不能背斑 实际上长 那么黑棋也就在这个上面补一个 但如果说白棋不走的话 其实作为我是不太好理解 我觉得它没必要第一时间这么下 那就是白棋可以再不走 可以干脆不走 走的话 这个大概是陈贤是觉得便宜了 但我觉得它这个不是好像是多送了几个字 我也觉得是 我看着也像 这个黑棋的这个头一下到这个五线上来了 一下围的 本来如果就这两个子的话 黑棋自己也不是特别好 这个应该说这么理解 白棋下得是眼花缭乱 感觉下得特别漂亮 然后每一部棋吧 你看都还都有点别人性 但是呢 至少是下到这儿呢 你仔细想想白棋似乎也没得到什么 就这种感觉也没有得到什么 应该说这个陈贤的棋还是非常的飘逸啊 这个让我想到以前的这个马耀川还有这个罗启河 就它这种棋都是很飘很潇洒那种棋 咱们普通人可能是下到这个时候就觉得得斟酌很久 然后不敢下 就觉得看起来好像亏了 但是他们就是大手一挥 好像又在其他地方开辟战场了 你还没有缓过劲来的时候 但谢尔豪这棋就是步步为营 是啊 你看上去我每一部棋好像还有点委屈什么的 你看什么这个都是中规中矩啊 基本上 但是你看他的棋 就是你下半年你看他木还是不少 全都炸在时空上了 是的 所以这种棋呢 如果说还是看你的棋风 如果是咱们就是比较朴实的棋风 还是学习这个谢尔豪的 就是你能看得到地啊 就比较容易掌握 是是是 作为另外一方来说 好像需要判断的东西太多了 对 我们掌控不了 另外一个他这种棋不好掌握 对 很潇洒 但是有的时候下下什么地 下半天是很漂亮啊 那棋型 然后但是地一数不够啊 所以下围棋最终还是要看实地的 对 那么黑棋现在还是很扎实的啊 好 白棋把这个拐下来啊 这部棋也是很大 黑棋分头 分头 这个 有也算是分头 也算是一种家机啊 这种感觉 白棋呢 你说他有多厚呢 也谈不上多厚啊 但你说他有多薄呢 也谈不上薄 反正这种棋 嗯 好 白棋不给黑棋根据地 黑棋挑起啊 这棋部棋还堂堂正正的 白棋把这个啊 一方面出头 一方面把这四个字连回 对 嗯 他也是希望这两边能 能形成这个 接应啊 应该是连住 要不这一旦两边被分开 假如说啊 这个随便下一个 这个如果被这个随便下一个 或者这么 这个如果被分开 那太太苦了 嗯 这白棋的意图是肯定是希望把它连在一起的 嗯 黑棋 怪真 继续加强自己威胁白棋 白棋飞过来 嗯 好 下一步这个黑棋是选择了在这走一个 走这个 这个感觉是不是 要拿捏白棋这个形状了 对 嗯 这个 这个就是白棋其实也是简单的连了一手 所以这个地方 如果黑棋能把它成功的切断的话 那肯定是很很厉害的一个地方 嗯 因为这个地方 这个白棋两边都没活 哎 这如果能切断那是非常厉害的 嗯 这个棋白棋是靠不住是吧 靠的话他应该是有扳出来的 走 比较容易想到的是 现在是尝这个吗 就尝这个是吧 嗯 或者尝这个是吗 嗯 尝这个我是不是可以给你打死 打吧就就就就就简单这么下 打这个 打个粘也就就就简单一点 啊 是不是 这个简单我们都能看懂了 对 这个 二者必得其一了啊 这个 这个是最简单的 哎 这样白棋就被分断了 是 嗯 这个白棋不行 是 所以实战白棋选择这个联络方式是 哎 他只要能把它分断 你无论是你是活啊 你两边都活了我也不怕 嗯 咱就能攻着你了 哎 所以实战白棋是选择了非这个 非非 这个总感觉其心有点松哈 对对对对对对 有点 有点 那个棋型是 不是松就是感觉不对劲啊 啊 就感觉棋型是歪的 哈哈哈哈 嗯 那这个到底有没有棋呢 白棋选择我现在肩过来的话 怎么 你肯定是有啊 这个肯定是有 这个相当于是留了个穿向仰啊 这个 这个 这个我 应该是几个 应该现在只有两个下法了 嗯 一种是简单就这么弃了这几个 嗯 就这么贴下来 啊 还有一种是要算这个 就如果这个非成立肯定是要算这个非 嗯 看起来挺复杂的 嗯 这个要看它非 非的话 非的话 它也许 重断 重断哪边 重断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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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 它也算了 啊 算了 这个 这个 重断这个 它大概会往这边转 啊 但是这边黑漆 也 或者 或者你就奔冲这个也行 啊 奔冲这个 这有可能会形成一个转换 嗯 白漆应该不好要这个 但它有 有可能就转迈 嗯 这个就是 是比较复杂的 嗯 这个是要判断 对 这个当然黑漆 其实把这边吃了还是实力挺大的 嗯 好 看起来这个地方特别复杂 所以黑漆这个时候呢 呃 没有在这个地方继续动手了 而是选择在这个地方 对 战斗 应该说黑漆肯定是 就是下成这种旗的时候 作为谢尔豪这一方 他肯定是知道这个地方 黑漆 有很多手段可以选择 嗯 他现在要选择的一个呢 就是说 我尽量不让对方什么 腾挪散开 哎 因为这个地方呢 白漆下成这种旗行 它首先是一个就是 应急的一种方案 就一看是一种应急的方案 正常他应该是绝对要靠上去的 这是正常的旗行 他这个就明显是在 就退让了 哎 就是我要这个地方不跟你正面交锋 嗯 我要跟你闪躲 我要跟你那种 哎 腾挪 就这种感觉 所以这个时候呢 黑漆呢 其实方式是很多的 一种就是直接直接在这边动手 另外一种呢 就是我这边 我看看我能不能再占点便宜 我再 我再 我再给你进行转换 嗯 哎 如果你强硬的话 那我就 就我这边我就有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子力配置就不一样了 我这边就下的更加强硬一些 嗯 哎 所以这个谢尔豪这个下法其实是一个很很强硬的一种作战方式 嗯 好 这里又站出一块 嗯 他把这个走 长出来 嗯 利 利是 利是非常大的一手棋 对 应该正常来说 黑漆很想把这个口封住嘛 嗯 对吧 这个口 要不封住 好像班船也 意图不明 对 那么白漆班船是先手 但这个班船非常舒服 这个 对 今后这个档还是先手 对对对对 这个 很有滋味 这个撒的 这个档 对 这个档是先手 这个这个还是要给咱们电视机前的棋友们还是要稍微想一分钟啊 这个给你这个档完之后怎么吃黑漆还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是的 这个这个应该我觉得业余三段应该能做出来吧 可以可以 这是一个骑行的要点 对对对 我们常说的 对 嗯 这个骑是点这个啊 对 点方 哎 这个呢 黑漆没有办法 黑漆如果猴的话 白漆这个地方 一般 这个就是 结不归了啊 这个打 气紧的一个形状 对 主要要这个地方 这个其实我们一定要注意去千万别去搬 嗯 搬的话这个要点 其实不会走在这儿的 对对对对 这个敌之要点乃我之要 哎 就是不在这儿 对这样的黑漆正好活了 嗯 对这个地方我们骑我们一定要学会啊 一定要小心一点 所以这对对骑我们来说应该是多做死活题是掌棋的最重要的地方 很好的一个手段是的 因为你下的前面特别好 一个局部你说这个就白死掉了 你这个这个就是本前面都白努力了是不是对 这个不能这种事物绝对不能犯嗯 所以这个斑瞻看上去我们说是一个关子 但其实它还是价值非常大的一个一个棋 嗯 另外它有眼味 对 有眼味 所以是这样黑骑是抢了这一步 对 下的还是很很很很很强硬很撑 哎呀 我们说下的也挺撑的 其实这种棋你别看这种棋 这种棋真的也是力量的体现 对这绝对是力量的体现 不要以为这好像哎怎么去走了个实地啊 他的意思就是外面我还要跟你占你 这下面也是我的 这个这个他这个是一种强硬的表现 对那这个其实也很显示西尔豪的这个风格 他就是作战能力很强的一位棋手 对 白骑跳出 黑骑压 哎但这个形状我觉得黑骑有难受之处 就是这是一个像也被穿出来 有点像分裂性的感觉 对嗯 就是黑骑明显一看这个骑形也是有问题的 嗯 那反过来这边说实在也留个穿一项眼啊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现在就是乱战 哎 这就是一种乱军之中 然后你反正谁也看不清谁 你我这也不好 你那也不好 嗯 然后这说白了 这个时候就是比谁要比谁头脑更清醒 比谁的力计算力更好 嗯 比较更大 嗯 当然是 但是其实从这个作战的这个之前 他从他这个从这个冲断之前 这个地方就要判断一个谁的兵力会更占优势 谁的落点更明显 因为自己有落点 但对方也有落点 那这个时候要比的是什么 是你的落 是对方的落点更落一些 是你的落点更落一些 对 这种地方就是体现一个棋手的判断力的一个地方 嗯 当然他这个这种 这种地方是一定要体现力量的地方 嗯 但是这个主动权应该是掌握在谢尔豪的手上 因为他主动挑起这个事了 对 所以从他这个角度来说是明显他是觉得这个白棋是 他觉得他作战是不怕的 嗯 白棋无礼 哎 这个地方 对 嗯 好 辛苦了啊 白棋自身这个地方联络也是有一些问题 对 这个就是双方骑行其实都有问题 对 这个就我们说有的时候说最好的防守其实就是进攻 嗯 你防也防不住 那我干脆就进攻你嘛 就是这个意思 是的 他这棋就有这个味道 嗯 其实这边也留了个进攻的手段 就是这个地方 其实两个人下的都很强硬 可以这么说 嗯 白棋拐 黑棋 靠出 嗯 白棋爬 黑棋 强行扳下来 强行扳下来 白棋 对 下不一定扳 上班啊 这个白棋已经不能从这扣吃了 这个两个子 就你扣吃扣吃这也没用啊 这个这个这个也不活着 要是你要是活也行啊 但是你自己相当于这还你还在补断 这个就这太难受了 嗯 而黑棋这一旦厚了这边就随便 对呀 那如果这过来 对 所以说就是他为什么这个地方他先动手就在这 就是我一旦厚了 那我这边我的选择完全就不一样了 嗯 哎 就在这里 所以这个战斗这真不是这个单纯的 这个两兵相对啊 这个感觉是一场大的博弈 对 这个战场 关系到这个战场和这个战场 对 这个就是 这就相当一场战役了 就是一场一个一个 不是局部战斗 局部战斗 这不是 这就有点像我们说 一整个战役 对对对 所以这个变化是非常多 判断也是非常多的 对 应该说这个 这现在这边是焦点 但其实黑棋也是在瞄着这边 反过来白棋也是在瞄着黑棋这边 没错 这个这个还是很精彩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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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绞杀 对 一个场面 对对对 好 我们就喜欢看这种比较刺激惊险的场面 对 好 实战 现在 白棋打这个 白棋应该说这个也是奋起反击 这个这个说实在你往这打是需要勇气的 嗯 等于是先把自己的后路给绝了 是这个这个有点破釜沉舟的意思 嗯 挺有意思的 一起粘 白棋冲 嗯 这下没打 啊 单在这 打这个 嗯 这样的话 黑棋如果粘 白棋这个下面又挖出来啊 现在是明显 你要如果粘 它是挖这个啊 那这样黑棋好像有点抵挡不住啊 这个就是 对 这个这个白棋至少跟这边应该是能连上 对 那接下来是不是就黑棋两块对白棋一块的情况 对 如果说黑棋现在要是拿捏不住这几个子的话 那黑棋是要就是苦战 嗯 对吧 因为又这边也被连回来了 对 这个就等于你 这个就说这个乱军中你这自己 什么都没得到 这个 对 你让敌军顺利会师 而且还把你这个兄弟给割下来 是 这个 所以下人就是这种乱军之中 这个 非常体现 这个你的这个力量计算力是很重要的 是的 所以这个地方 应该说是两个人还是要比力量的时刻的 嗯 所以黑棋现在也不敢轻易去沾 黑棋这个时候呢 是选择了直接在这儿煎过的 煎过了 嗯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黑棋首先这个地方是有很多先手的 对对对对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就是现在黑棋 现在我们简单说一下你现在不能随便刺我 嗯 你刺的话你看这就现在我就可以粘上了 你刺到了铁壁上了 对你你无论你怎么走我这边回来了 这一粘 这就是他当时为什么要先在这边动手 嗯 嗯哎然后我这边先放的这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就是他其实是有有后续手段的嗯哎所以有的我们旗有为什么这个你要换一个人就不行了为什么换一个人你这没后续手段你说我还在这个他不是说一门心思在这边下嗯他其实这边是有后续手段嗯所以他这个这个这个难点就难在这个地方上所以这个时候白棋他是本来不敢乱动这个地方对对对就是你他正常我觉得他应该是怕他刺这个嗯他现在呢他通过这边的手段他防住你的刺了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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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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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嗯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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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头脑的这种思维的这种这种方式嗯所以我们像我现在肯定是下不出这种旗了但是给咱们棋友们讲讲他这个是怎么回事还是还是还是让我们棋友们怎么欣赏这样的高质量的对局对吧在这啊嗯渴望老师说的这个下不出这样的旗了是就你得算啊这个得算一阵呢你这因为你呃 你下围棋我们有句话 你计算肯定是多算者胜啊 你敢能算 你现在你算 一个局部能算这 你两个局部三个局部 那算要算很多才行 这个这个真的是涉及到很多判断了 是 所以有判断 有这个计算 有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 这种这种这种 这个一言一言就很累了 我跟你说 所以我们现在下期都还是力求简单 对 不要搞这么多这个 故事啊 这个黑棋 这个这边走了一串之后 就是为了监触这个 对 可以这么理解 更看重这一块 现在白棋是 白棋也是无能为力啊 白棋应该说是 遇到一些难受的地方 尤其黑棋这一间 当然的 我认为确实是白棋 反正我是觉得他要哪 就是他走到这个时候 就是气形不好 我们一般说他气形不好的时候 肯定是哪有点问题 但是呢 黑棋应该这么说 我们现在没找出白棋 到底哪部棋有问题 但是黑棋这一串下的好 是肯定的 这个是可以肯定的 是 接下来白棋 也挡下来 选择了一个 也是很有气魄的一个下方 对只能气了 因为这个地方 黑棋太厚了 对对对对 但是这个下方也是需要很大的气魄 这就是这么 俗贴下来 对 然后黑棋是立 这个地方黑棋是不能搬 是吧 对对对对 因为这先手 因为打吃先手 这被断了 黑棋不行 这被断了 所以一定要小心 这个地方黑棋是只能立的 立的 白棋挡 黑棋补助 黑棋补助 这个应该说黑棋 这个这块还是很可观的 这个初初的一看 就围出了这个三十目以上吧 三十目肯定有 三十目肯定有了 然后这边呢 虽然这个地方 黑棋应该还是留有了鱼味 以后黑棋 什么我如果粘出来 你再冲这个就小了 这个字 对不对 我把这边吃了 所以当然白棋也许会想大吃 但这个地方我们就说 是有鱼味的 这个 实战 拌棋打吃 打吃 然后把这个拌 把黑棋这个地方走中 嗯 拌一下之后拆 这个拌了一下 黑棋也是 谢尔豪我觉得也是一个 我们说也 怎么说 就这种棋 这个还有粘出来 也是一种狠的角色 这个要是我都会觉得 这个时候好像 还是先放一会儿 是不是 先保留 先保留 嗯 但是他还是先 他大概还是 不肯死 我还要继续跟你战斗 我这个 这个就是对力量 特别有自信的棋手 嗯 我这些俘虏 还要在你的这个 大门营里面搞点事情 对对对对 好实战 他就是从这跳出来 他意图也还是比较明确 就是他大概是希望你这边应一手 那我外面就是调着一下 让你应一下 嗯 这样就有效率了 如果你不应 我这个就哪天就要给你冻出来 是 白棋 分段黑棋 这两块棋 嗯 还是一场 下到这儿 虽然是现在已经转换完了 但是这个还是一场 还是一场比较混乱的一个场面 嗯 是的 并不简单 现在是云 现在应该是黑棋开始腾挪了 嗯 黑棋因为有有一个实地捞在手里了 先拿住实地 然后这边呢 这边它是可以弃掉一部分的 嗯 但是他应该意图也是很明确 就是你你不能 你不要吃太大啊 嗯 就这一次 好 黑棋煎 煎一个 这手棋是 联络非常的 煎式的一手棋 嗯 它应该是 一子二用 嗯 正常我们想是就跳出去 但跳出去呢 这边是没有冲断的 嗯 这边冲断 你就是 还是点一个是先手 你不你不点的也无所谓 这个我就 你这至少你骑型不好 嗯 或者我这么靠出来 它呢 这个骑就是 我既又出头 也瞄着你个断点 它应该是这么想的 一子二用 一子二用 效率很高啊 好 那白棋肯定要从这儿给它分断了 黑棋煎 黑棋煎 这个确实 如果黑棋把这两个字都救回来的话 这个白棋这个整个都有可能没活 这个是 是还是很现实的一个场面 黑棋打湿白棋沾上之后 黑棋把这个冲过来 嗯 那么这样的话呢 这个地方 白棋如果不走这以后 是个双火吧 得是个 嗯 嗯 有可能 这个是有一定可能 就比如我这 如果我能粘到这一下 嗯 我再往这儿 一粒 感觉气很长啊 这个 工气 工气是很长的 对 但是白棋有可能会先脱啊 这个还是要需要计算 这个 对 有可能 有可能 提之前会先脱两下 嗯 这个好像 暂时看起来是不是 应该暂时 息不大 对 就算是工火你 你肯定是白棋也 暂时是不能硬的 对对对对 多半是黑棋死了 但有一点是黑棋 这个地方肯定是能收点气 嗯 然后呢 有劫财 我最基本的 我有点劫财是 是没什么问题 对不对 我不吃你 我有点劫财 这肯定是 没什么问题 对 好 白棋这个手都打着一线 这是白来的 白来的 嗯 看黑棋应手了 嗯 他是希望 这个节呢 是你搬来的 这个提一下 走 他跑了一个 对吧 嗯 然后提 嗯 他是希望你尝一个 这样呢 以后呢 这个地方白棋有这个搬的利用 这外面有可能有点利用 另外他关子的话 这个 这个倒没有 这个他可以搬住 这个没用 这个走这儿 他可以搬得住 问题不大 他主要大概有这个利用 搬这个 啊 他是这么想的 但是没有想到 对方 碰到了一个狠角色 直接吃到外面了 哎 这个齐白棋以后如果跑呢 跑这个 嗯 跑这个嘛 那他他好一点 应该是 啊 他打一下 他觉得便宜了 嗯 没有 他这个 他这样 他他他直接就吃到外面去了 哦 你现在已经全死了 那确实是个狠角色 哈哈哈哈 现在 哦 这个是咱们先不说打结 你又不能给你打了 现在是吧 哎 这黑戏打到外面 这个咱们 应该说啊 这个他没想到对方这么狠 啊 咱们如果事后诸葛亮啊 嗯 这个旗 我们如果事后诸葛亮 这个旗啊 白旗啊 其实是有时代 有时间先打掉的 哦 就是 什么时候呢 就我这边 我这边 应该肯定是有时间啊 我觉得 应该你 比如你飞之前 你都可以打掉嘛 啊 对不对 就是在黑戏这块 还不是那么厚的时候 对对对 我先找个结嘛 我这个很容易想到的 对不对 我先找个结 我提 我先看看你是 呃 你你走什么 嗯 你正常 你肯定是要长的呀 对 然后我这就放在这了嘛 我随便找个结 我就长过来 嗯 我就 甚至你刚才拐的时候 我第一时间就这么一吃 你你一提 我我过一手期 我一再一提 你肯定会长的 嗯 那个时候如果黑戏吃的话 那跟这边 你还没吃掉这四个盗 那就不一样了 我这我喜欢这个 有可能有收 有收气的可能性 嗯 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对 但是他们没想到嘛 这有的 有的时候确实 想不了那么远 是 没想到对手这么强硬 对 现在确实是发生变化 哦 一点便宜都不给我 嗯 好 那么白戏是先在中间 嗯 跳了两下 嗯 哎 长 缩减一下黑戏中间的潜力 然后再提大致 嗯 白戏扳 扳这个 这个是这个 拐 嗯 白戏把这个贴住 嗯 贴住 这首棋很大吗 应该他觉得还是很大 这个味 这有尖 对 有尖啊 味道不好 嗯 因为他 他也是 他主要他大概是觉得不能扳 扳的话 这个有尖 那他大概直接断上 如果长呢 他觉得这个地方 你总是 你总是就说就算没棋也是欠了一手棋 就是你男士这种地方你总是有一些有一些隐患在这里头 嗯 嗯 他他觉得这边味道不好 所以他他还是要一手棋把他补进 嗯 然后另外他大概不一定是跟这边他大概也会有一定的计算在里头 这样他应该是能确保这边黑棋死掉了 嗯 但是黑棋呢 一起把这个头搬过来 对 黑棋是等于又又扩大了一些 嗯 这个棋应该说就要 其实是要看双方的就是这个 比拼的是木树了 嗯 黑棋所得也很大 是 白棋当然也也不少啊 这个就要看两个人这个这个木树的判断了 嗯 嗯 黑棋冷静的沾入了 冷静沾入 嗯 还是把这个地方先围上 对 好 白棋 肩 嗯 这个肩下的是很撑的 这个棋 这个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鼠目啊 因为我们下了下了这个现在这个情况下是没有鼠目的 呃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说下棋是可以看对方的这个 为什么叫手弹 嗯 你通过他的招法 你就能知道他现在对自己的这个形式的判断了 哦 因为这种招法一看就是 很很撑的下巴 嗯 就如果形式好的话是绝对不会下这么棋的 嗯 就你要形式好 你肯定 堂堂正正 我就就把这头长出来就完了 嗯 那当然这个地方白棋 黑棋会点个下 就很容易想到一点 那那那我们就简单打定时 我我形式非常不错 那我就我就这么简单一下就可以了 对 那这个是什么态度 就是啊这个脚也是我的这边也是我的 这就一看就是说他这不像就不像迎起的下方吗 对对对对 就是什么都要要这个他为什么什么都要要因为他觉得不见他不够吗 对不对 所以这我们就说手弹手弹就这个意思一下就能看出来什么什么意图了 哦 确实是这样 嗯 这个这围棋里面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啊 但这个下方是完全是一个赌博的下巴 是这个这个说实在这个黑棋肯定是要动手 肯定是要进来搞事情 黑棋先打一下啊 这个打也证明了黑棋一定是要在这个地方出棋的 因为黑棋把这个地方的这个木树也都不要了啊 就怕以后这个地方走中了之后白棋这个子不要了 万一黑棋这个地方走中 所以黑棋先把这下打掉 然后再点进来啊 这个一定是要求要活棋 白棋 这个也是够狠的 这个直接就点到刺了 嗯 就是我的如果我的策略一般都会先往这边问问他 啊 但是这个谢尔豪已经让我直接就进入你这个最根本的地方 是的 这个太狠了 嗯 他好像看到了一部让白棋十分难受的棋 嗯 就是在这点 点下的好 嗯 这也是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形状 哎这种形状就像这样的形状 我们一般说叫做腰痒啊 点在他的腰痒上这种感觉 这白棋有点动弹不得啊 对 不好使劲儿 因为你因为你不能跳也不能跟自己有落点嘛 这地方马上还签个挤 对 所以白棋现在只能在这个地方忍了一下 那么黑棋继续爬 嗯 这也是两部棋是先关联的 是的 难受 这就是被人家拿住这个筋了或者拿住这个这个动不了 穴位被点住了 对对对对 就这种感觉 你怎么也动不了那种感觉 是 就是这个时候你想跟对方拼命啊 想有一身力量 然后这时候想跟他动不了 就特别难受这种棋 嗯 嗯 好 白棋搬下去 哎呀 还是这个 还是要拼 这个地方不能让他 轻易的 活下来 嗯 但是由于黑棋这个中国有特别多先手 所以像黑棋这种腾挪的时候 白棋都不敢发力 对 另外一个他这个这个子 他明显是你看这个黑棋 这个地方是简单点 我们不说这个打是先手啊 这个这个也很容易能想到是先手嘛 嗯 然后这边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哎 这个确实是白棋是很头疼 是的 嗯 那么黑棋 哇 这下一步是直接是从这打出来了 对 一看这个就是已经对自己的这下面的计算是自信满满 对 没有自信 对不起 我们一般职业棋手是不敢打的 对对 会 保留 会不到万个 一是不愿意走这一下 对 好 嗯 这个打完之后一挖 哎 这个时候我感觉 喜好好像看到了什么 嗯 打吃 沾上 看到 白棋尖 嗯 但是现在白棋这块棋也有很多口气 一二三四五 嗯 五口气还不止 这个 有有有 能长气啊 那黑棋是 黑棋 它不是要吃白的 它是 它应该就说我这儿能跑也行 这儿能跑也行 哦 当然我能吃到你 那就结束了 是 那就像一这里头 把白棋把这个黑棋给吃了 那还吓什么呀 嗯 所以说黑棋的选择是非常多的 现在是 哦 但问题是现在黑棋打吃这个白棋 这一子已经跑不了了 嗯 它这个尖只是为了破它的眼形 所以黑棋打完了之后 其实这个形状白棋 这个子已经死了 嗯 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么说 那这个白棋也真是没有办法 它是要破它整体的眼眉 嗯 白棋这样呢 是让你变成一个假眼 变成 这块白棋活吗 它不活 不是你说了吗 你的气 我有气啊 对 它有气啊 那我跟你杀一气嘛 就这个 但是看起来好像 他现在不是要活的问题 他是要跟他 他是要 他作为白棋是肯定是要吃他 不吃他是肯定输了 现在是 对 已经不在想自己的问题了 嗯 白棋这里也有 这个几部长气的妙手 嗯 尖一个 嗯 这个想的也 这个只能说是 哈哈 这个是没办法的妙手 嗯 对 嗯 苦心的一手 黑棋走 哎 这个妙在哪呢 这是我白棋一爬 黑棋一猴 白棋一打吃的时候 嗯 那这个地方我们看 很明显啊 黑棋如果要挤吃的话 嗯 这个提完之后 打二环一 这个地方 白棋能尝出气 嗯 应该能尝出一口之半口气 嗯 妙还是很妙的 很妙 嗯 那黑棋能不能尝出气呢 黑棋 我们来看一下 黑棋是没有没有去杀他 对 黑棋沾上 嗯 直接杀气黑棋气不够 嗯 直接杀的话黑白棋吧 直接杀气也不见得 有可能会情生结症 嗯 不管是情生结症 但是黑棋这个时候 应该说是选择选择是比较多的 嗯 这个就是最狠了 那我这我我冻出来 我让你活 那不证明我我我这边肯定是要我要静活出来 他是现在不跟你打结的可能性 就是我要静活 哎 我要静了 不是要跟你结 哎 因为我们围棋有个结嘛 结是围棋一个特有的一个一个形状吗 对 一出结就 这个东西就就变得复杂了 嗯 围棋最难的地方是其实是在打结上 嗯 所以他这个现在是更清楚 他连结都不给你打了 是 那按照白棋这个 这个下一步棋 也就是说白棋这个地方 一口气都不能让黑棋尝出来 对 嗯 紧紧的把这个 反正肯定是要尽量的紧住他的气 嗯 但是这个是拼的有点猛 拼的有点猛啊 黑棋这个地方直接就冲出来了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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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棋 黑棋只能连回 那么黑棋这时候一提 嗯 白棋只能做火 对 就变成了把黑棋放出来杀了 哈哈哈哈 这个这个确实 这般棋我只能说这个 陈 应该是陈贤的白棋 陈贤这个棋 拼的有点猛 啊 拼的有点猛 对对 这个我觉得 这个我觉得 我觉得 因为咱们客观点说 我觉得一个业余三段 应该也能活出来了 真的吗 我觉得应该能活出来了 我觉得业余三段 得看对面做的是不是也一三段 对对对对 如果是陈贤的话 我觉得还是活不了的 哈哈哈哈 反正这棋我觉得 这个让人家先提着花 再吃别人 这个这个 难度技术太高了 这个难度技术太低了 这个难度技术 吃的难度技术太高了 活的难度技术太低了 活的难度技术太低了 然后 这个 对对对 一定啊 黑棋这每步棋 好像都是 很紧凑 对 这个这个黑棋 应该说只要是 这么说 不打可睡 应该是死不了了 因为这 这一挤 还有些什么味道吗 对不对 因为这就已经都已经 快做出一只眼了 这个这个 这个黑棋太好下了 嗯 黑棋靠 嗯 黑棋活棋的招法 依然是很紧凑啊 急 先手 然后一壶 这个应该说是 谢尔豪是应该是 想着要活的 有多大的问题 是 这活的还得最高效率 真的是 不给对手活路 这个确实是 有一点 有一点难办 嗯 黑棋都打 白棋一提 这个时候黑棋走了一步 非常非常干净的 活棋方法 活在这 后来这儿是真没什么招 对 这个是你想打劫 什么东西都没有 对 你想便宜都没有 应该这么说 如果说比较容易想到 我们是往外跳啊什么 他这样还讨厌人家什么 这么点他一下 嗯 这样呢 我先走一下 你肿没脾气 我下腹这一糊 你这个没法吃了 对不对 嗯 你正常吃 你只能先去往这吼 那这边 我这个太好下了 这一期 嗯 这就吃不掉了 对 应该说这个盘棋 应该这是最后一首棋 对吧 对 也就是这一首棋 让白棋看不到希望 应该是这么说 这个对方提到这个时候 这个我猜测肯定是赌秒了 嗯 这个肯定是赌秒了 这个时候我是能理解的 一个年轻棋手 这个时候现在也是下到这个时候 这个 拼了这么久了 上一轮也赢了一个世界冠军 这个时候还是想想想尽力一下 嗯 但他也知道大势一去 但是还是 就尤其有赌秒的情况下 他会是顺着 就是脑子一片空白 这个我猜着 他脑子一片空白 嗯 然后这个时候 就是顺着下了 这个赌了秒 但是到最后就 啊 也已经知道 他这按我们说法 是调整心情的 是 那从这盘棋来看 我觉得这个谢尔豪的 这个攻杀力 真的是名不虚传 嗯 应该说 这盘棋 我觉得谢尔豪 就是从这开始啊 就是白 从这一步棋 白棋这个形状 露出了破产之后 嗯 他的作战的整个的 整个筹划 嗯 这种思路 特别的清晰 嗯 这种倚乱制乱的 这种这种思路 非常非常非常清晰 然后拿捏的非常到位 哎 然后包括后面这个 就是 全部是下在对方的 那种要害部位上 嗯 对方非常难受 这个这个棋 所以说这种地方 确实是体现了 这个谢尔豪的这个实力 嗯 应该说成成贤 还是有一些 呃 这盘棋 还是不是太发挥 哎 可以说 前面应该说 还是下得很很很 很潇洒啊 很挑逸 但是呢 后面的作战 哎 从从这个整个局面来看 应该是谢尔豪的 这个 这个七胜一招 应该这么说 嗯 确实是这样 好 那这盘棋呢 我们就先为大家讲解到这里 请大家稍事休息 之后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陈瑶夜和周贺喜的对局 嗯 一会儿见